因应民法成年年龄下修 现在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为宠物寺主 提前成为毛孩的伙伴 为此新北市动宝处就特别针对18到20岁的青年 开设宠物科普照护课程 邀请了专业的老师传授饲养知识及观念 狗狗呆萌可爱的外表总是轻易掳获人心 很多人因此动了饲养宠物的念头 因应民法成年年龄下修 东宝处特别针对18到20岁的青年 开设宠物科普照护课程 拍这个课程主要是希望青年的一些新手的四组 他们可以知道一些关于宠物相关的法律的尝试 然后还有像是如何去照顾宠物 以及就是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有什么管道可以去咨询 照顾毛少孩除了需要大量时间耐心以及满满的爱之外 还得要有足够的经济基础 东宝处提醒在任养宠物前需做好三步骤的自我检视 金钱的部分就是他可能会需要去 事前就知道说需要去负担一些 就是关于宠物食衣住行的相关的必要的支出 他要有这个能力 然后第二个是时间的部分呢 就是说他需要有时间去陪伴宠物 去照顾宠物 然后还有包括就是自我学习 就是相关宠物知识的地方 然后最后是耐心的部分 从即日起到12月 东宝处推出一系列课程 希望让青年在任养毛小孩前了解正确的饲养观念 更多资讯可以到东宝处的网站查询 我们下期再见